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洛福弟兄们早安 很高兴能够在2022年3月28日的早上 与我的家人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4章1到12节 愿神今天早上亲自对我们说话 也愿神的话语在今天的早上成为我们所需的力量和帮助 使我们能够活在祂的心意当中 神的话语如下 七日的头一日 黎明的时候 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 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 他们就进去 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 正在猜疑之间 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 衣服放光 妇女们惊怕 将脸伏地 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了 已经复活了 当纪念他们还在加利底的时候 怎么告诉你们 说 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 定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复活 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便从坟墓那里回去了 把一切的事告诉十一个使徒 和其余的人 那告诉使徒的 就是摩达拉的玛利亚 和约亚拿 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 他们这些话 使徒以为是胡言 就不相信 彼得起来 跑到坟墓前 低头往里看 见戏麻布独在一处 就回去了 心里稀奇所成的事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在前一章 我们清楚的看到 耶稣受比拉多的审问 以及受西律的再审 最后又被送为比拉多定案 定十字架 把他交给以色列百姓 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 古利奈人西门 代替耶稣背十字架 以及一群妇女 跟随着耶稣 在那边痛哭 以及也看到 耶稣与两个犯人的对话 以及 耶稣 咽下最后一口气 史实的景象 在这一章里面 我们清楚的看见 人子的复活 显现跟升天 在第一到第二十二节当中 我们清楚的看到 天使来宣告 复活的耶稣 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妇女寻找耶稣 也可以看到 妇女对 天使所宣告 耶稣复活的反应 以及 门徒 使徒 对妇女们向他们宣扬 耶稣复活的反应 从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清楚的看到 有两类的人 对耶稣复活 有不同的动作跟反应 首先第一类 当然就是最明显的妇人 他们的动作有如下 他们愿意预备香料 愿意来到坟墓面前 他们愿意去看看 耶稣 在哪里 虽然他们在碰到 他们在猜疑的时候 他们在听到 天使对他们说话 他们会害怕 但是 当他们想起 耶稣的话来的时候 他们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就是把这一切的事 告诉了使徒 还有其余的人 从这会妇女当 这个对妇女当 这些妇女当中 我们 看到他们如何的渴慕寻找耶稣 他们愿意去 祭取耶稣的教导 他们愿意去宣扬耶稣的复活 这美好的消息 虽然他们不单单的只是自己所享受而已 而且愿意去帮去传扬这美好的消息给门徒听 但是另外一对的门徒 却认为他们是怎样 很明显 他们说是福岩 就不相信 他们就觉得是nonsense 但是这里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就是彼得 他愿意有行动 他愿意跑到墳墓面前低头看 他愿意去看看 他愿意去看看 妇女们所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们愿意去看看 他愿意去看看 到底 复活的耶稣 是否真如这些人 所说的 他已经复活了 他用一个开放的心 去寻找耶稣 他愿意接受这些妇人 所说的话 我曾经读到一篇长老会的读经的内容说 他说生活当中常常是这样 一有好消息 我们总是乐不可知的跟着亲朋好友分享 告诉他们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与我们一同快乐 难得耶稣复活 这不是一个天大的消息吗 你曾经将这全世界最好的福音分享给他人吗 我们让我们能够像这一群的妇人一样的 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他们盼望将这生命 与救赎的天大好消息 愿意去跟人家分享 愿意去跟他的左邻右舍分享 愿意去跟他街头巷尾的人分享 愿意去跟他所认识的人分享 而我们是否像这妇人一样吗 愿意去把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去告诉别人 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演员叫孙悦 他曾经拍过一个广告 他说过说 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我们是否有像孙悦一样的 这个演员一样的 这样我们觉得好东西 我们觉得对我们生命非常有意义的 这样一个耶稣复活 耶稣是复活的主的 这样的好消息 跟我们的同事 跟我们的家人 跟那卫性的人去分享 还是我们觉得 就像这些使徒一样的 觉得耶稣复活的消息 是过去事 是不值一提的 是不需要的 是连讲都不敢讲的 就藏在心里 在今天的早上 愿这个妇人的这样一个动作 愿意宣扬 复活的主耶稣这样一个好消息的 一个动作 成为我们基督徒 成为我们已经受洗许久 不管你是第一代 第二代的信徒 都成为我们的榜样 愿意让我们去宣扬 我们所信的主 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复活的主 是带领我们超越 那死亡界限的主 感谢你 用你的复活 让我们得着救赎的盼望 赐予我们新生命 使我们得以 重新享受那充满恩典的人生 求主帮助我们 不仅是在享受在福音里 更能成为一个传扬 耶稣基督 复活真理的人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主 赞美主 让我们在清晨 借着这一段话 使我们能够在一天的开始 得少数天的能力 使我们在今天 可以多得一个 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愿神赐福您 保护您 赐您平安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